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穿街走向带你们找地道美食的大兵 这一期呢,大兵来到了月秀区的关绿路这边 在这边呢,有一家比较特别的茶楼 主要是做怀旧点心的 而且大部分的出品呢,都是两个三个左右 关绿路这边的环境呢,看起来还蛮有特色的 怀旧之余呢,略带一点文艺 文艺之余呢,又略带一点欧式的风格 广州历史建筑 这些建筑呢,看起来都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让人情不自信的想停留观赏 沿着关绿路一直走过来 来到十字路口这里呢,就有一间关绿茶居 这间茶居呢,虽然开设不久 但是呢,却让人感觉特别的怀旧 一街道名字命名,也让人过而不忘 而且呢,处于十字路口的位置,生意特别的好 在门口的左边呢,有一个偌大的骚蜡名单 透过透明的玻璃呢,咱们可以看到 橱窗挂满了各式的骚蜡 真的让人垂涎三尺 一进到店里面呢,略带习惯怀旧风情的环境 真的让人觉得耳目一新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是上午的十一点零五分 但是呢,一楼已经坐满人了 这里呢,会把每天可以供应的点心给公司出来 在早上八点到早上的十点呢,是可以免茶位的 店里面呢,一共分了两层 那么一楼没位置了,只能上二楼 楼梯呢,比较狭窄,而且呢,有点滑 上到二楼呢,也几乎都已经坐满人了 我赶紧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这个呢,是他们家的家木表 出品呢,大部分都属于特色的怀旧点心 除了茶室呢,也还有饭室 做的都是一些广式的菜品 用的是古色古香的餐具 特别这个茶屋,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更有意思的是,餐桌的座位号就用一些历史风写着 B31 来这里消费的呢,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 但是呢,也不乏年轻人 店铺的空间呢,算不算大 但是呢,坐着还蛮舒服的 给人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觉 点心呢,都是从一楼由那边传上来的 他这里的出品呢,大部分都是一楼两个 一楼三个这样子 特别适合两个人和三个人消费的 哎呦,我呢,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点了这些东西 几乎呢,都是他们家的招牌人气出品 一个人呢,点了这些东西 加起来一共有其样 你们能看到,点心的个头呢,都是挺大的 咱先来喝一道人气的炖汤 咸凝陈皮炖青鸭 还没喝之前呢,就已经闻到了香浓的陈皮和咸凝味 汤呢,看起来非常的清澈 而且炖的火候呢,也掌握得非常好 食材呢,都已经炖得足够的软烂了 陈皮和咸凝的咸甜甘香都在汤中体现出来了 喝起来感觉非常的舒服 这里呢,让我比较惊喜的就是这一瓶 李派林皆知,味道方面呢,酸酸甜甜的 拿来沾着肉类吃,非常的解腻 而且呢,也可以提升食物的鲜美 特别是牛油丸沾着他吃 味道真的特别的棒 原产地呢,是英国的 我跟服务员呢,就直接要了大半瓶 想吃多少,加多少 这一道呢,干蒸烧麦出品超级的棒 金黄色的烧麦包裹着鲜嫩多汁的馅料 没想到10块钱3个的烧麦出品可以如此的惊艳 烧麦呢,个头挺大的 烧麦的外皮呢,软糯弹牙 而里面则是包裹着比较滑嫩的馅料 馅料里面呢,是包含了很多汁水的 而且吃起来也很新鲜 这一道呢,猪肝烧麦 看起来分量十足啊 这样一道出品,只需要15块钱 我个人是觉得超值的 猪肝呢,大块厚切 而且呢,处理的比较好 几乎没有什么腥味了 沾上他们家的街汁 出乎意料的鲜嫩弹牙 吃得出来的是食材的鲜鲜 猪肝里面呢,还保持着粉嫩的状态 这烧麦呢,是不带皮的 外层呢,好像裹了些许的粉浆 而里面呢,则好像是肥瘦混合的猪肉 比例掌握得刚刚好 而且吃起来的口感比较滑嫩 这一道呢,网油牛肉球 15块钱三个,大家能看到个头挺大的 碟子底部呢,是满满的酱汁 这一道出品呢,我建议搭配他们家的街汁 可以很好地解网油和牛肉的腻 个人觉得网油的加入呢 也没有对牛肉丸的口感和味道有什么不同 加了网油呢,表面看起来有光发亮的 薄薄的一丑网油呢,反而让人觉得容易油腻 但是呢,搭配里面的馅料就不一样了 牛肉丸是手打的,口感很好 陈皮马蹄香菜,增添了口感之一,也可以解腻 反而是底层的腐竹,吸收了所有的味道 包括呢,肉腥味也湿进去了 吃起来呢,超级的腻痒 这一道呢,怀旧鸭脚渣 看起来呢,酱汁浓稠的 闻起来的味道呢,也比较复杂 有香菇,香芋,鸭肠等一些味道 口感松脆的腹皮 还有味道浓郁的香菇 香菇的口感吃起来特别的滑嫩 用鸭肠呢,把这些食材都绑在一起了 鸭脚呢,是已经去了骨头的 底部呢,是浓稠的酱汁 一整块吃进嘴里的口感呢,是特别的丰富的 但是呢,个人感觉香菇香芋的味道呢 却盖过了鸭脚 反而显得有点酸冰夺主了 出品呢,火候十足 香芋呢,已经软烂棉花 鸭肠脆口,但是呢,还略带一点腥味 十分满分的话,只能给到七分了 这一道呢,糖沙翁,六块钱两个 表面呢,撒了一层糖霜 看起来呢,就跟海绵一样 一口咬破之后呢,里面则是空心的 外层的口感呢,稍微有点松脆 而里面呢,则是滑嫩的口感 吃起来的蛋香味很浓 虽然撒了一层糖霜,但是呢,吃起来并不会太甜 大家看一下,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 吃起来呢,是一种棉花的口感 这一道呢,玉角出品非常的棒 不仅个头大,而且口感味道也都挺好 相信大家呢,从视频都可以看出来 它外层的酥脆程度了 能酥脆到什么程度呢,甚至你用手轻轻去抓 它都能碎掉 这一道出品砸得火后真的是无敌了 比我之前在银灯石斧吃过的都要好吃 外层酥脆,而里面呢,则是软糯的香芋 还有里面滑嫩的馅料 吃完买单的时候呢,陆陆续续的来了非常多的客人 可以看出来,他们家的生意啊,非常的好 友情提醒大家一下,想过来吃呢 最好饭点提前过来 那种呢,是消费消费,可以把这种打击夹得吃 现在在广州呢,做怀旧点心的并不多 因为其工序复杂 关绿呢,是少有的主打传统怀旧点心 而且还能把出品做得那么棒的 总的来说,这家店呢,非常值得朋友们过来试一下 我是大兵,咱们下期见